各位先生小姐、Uncle、Auntie 大家鼓起份令 时间来到6月28日 星期五 祝各位打工仔 未来有愉快的周末 记得流港消费 刺激香港经济 今天来到我们新疆八天团队的第五日 终于第五日 今天行程只有一个 就是位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 天山天池这个景点 亦有很多团友来过 为什么呢? 因为石油之路也好 北疆也好 南疆也好 他们的团队都会经过乌鲁木齐 而乌鲁木齐必到的景点 就是这个天山天池 昨天我们住在乌鲁木齐以西 石河寺市的 惠博度假酒店 惠博度假酒店 你说好好吗? 又不算特别好 但起码对得住个团费 团费7299住这个酒店 算是这样 到底是全香港最便宜 他的早餐时间 是早上7点半到10点 位于早餐的12楼 昨天都说过 这条是超级爽 我们今早早10点才出发 所以今早早睡到8点多 然后悠悠闲闲闲去12楼吃早餐 这个早餐真的很一般 用人话来说 我叫做维持生命餐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我有种冲动 想去楼下吃面 但想想想 也算了 这条我们也是非常准时 10点钟出发 由石河寺市 过去乌鲁木齐天生天池 大概两个半小时 大概两个半小时 我们到游 游游也很厉害 游了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 非常厉害 大概中午12点 我们已经抵达乌鲁木齐了 今天我们是先食下午后游览景区 我们吃饭的就是这一间 宜红圆 不是 是九号圆 它这间餐厅非常有特色 是新疆建筑风格 我特别喜欢它的门头 写着 我在乌鲁木齐 用这个特别的文字写上 非常有艺术气色 同时来说 它这里也吸引了很多人 在这里过来旅拍 包括他们自己公司 也有做旅拍这个服务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在里面化妆 发型中有个摄影师 帮他们拍照 难听你说一句 如果这里不插中国国旗 我相信 没有太多人猜到是新疆 你看看 多少我们乐陆的朋友 走过来新疆这边 幻想当地的民族服飾 然后在这里拍照 这里我真的觉得 是乌鲁木齐 必需要过来打卡拍照的地方 话虽如此 原来这间餐厅 是四层高 它当中的楼下 一二楼是卖肉气的 我们这个团队 也是非常幸运地 可以进去参观别人的肉气 喜欢的话 可以买两块肉 但相信我们这个团友 都不会买的 因为今天是第五天 通常要买手信 都是留在第七天 第八天 才买的 所以今天只能这样说 我们在这间餐厅那里 一二楼 只有佼佼镇 没有帮衬 你说佼佼镇 要搞到什么时候呢 因为它餐厅 非常多人 大家在等位 昨天我们在 在菜里木湖 等了半个小时 差不多 我们这个餐厅 等得快一点 等了大概四至五个字 这间餐厅的服务员 全部都可以用回 当地的维吾尔族 或者是汇族 非常之有特色 它们穿的衣服 真的很色彩 维吾尔族 一个能歌羡舞的民族 看看它们 公主帮你不饭 我当时有股冲动 我想帮公主一起饭 公主除了帮人饭之外 还要帮人上菜 真是可以坏 进厨房 出厨房 出厨房 大家看看这个碗 是什么 看真的发觉 原来是一碗汤 我以为是洗碗水 今餐我们吃的 都还算OK 白菜一汤 有大盆鸡 然后有牛肉 羊肉 西瓜 新疆的饭 特别甜 当中这个牛肉 非常之正 那些资源粉 很棒 你见不见到 公主也帮我们那团服务 除此之外 还要赚一赚 他们餐厅里面的摆设 或者是碗筷 器具 都是非常之有民族特色 看到这盏神灯 真的很想去捉摸它 然后搓它量搓 神灯啊神灯 我几时才下班 这团真的好开心 因为它们可以一路吃饭 一路看公主跳舞 在新疆这边 女生应该怎么称呼 叫做古列 即是解missi 这样的意思 女孩子 或者你可以叫它们做adashi adashi的意思就是朋友 你好又怎样说呢 你可以叫做扎斯罗 整句说话组合起来就是 adashi 扎斯罗 或者是 guri 扎斯罗 或者你见到回族的 你又跟他说 asarawari gong 这句是解真主祝福你 一般回族的朋友 都是这样打招呼的 是否猜不到呢 原来看小豆子的节目 是学到这么多东西的 好了 看完你们的饭 又看看我们的饭 我们的私陪饭 是一人一份的 我们吃的是 手抓 羊肉饭 还有那个 看见我的偶像 毛主席写的诗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偶像写的诗 的确是不同的 gong yo 是什么东西 以前我一直以为 这个叫羊肉汤 原来它有个名字 叫gong yo 里面是羊肉 然后有萝卜煮食 超级好吃 各位那句 我自己觉得 熟了阿花 比八送一汤 Guri跳舞 真的很好看 总共有四个Guri跳舞 你说他们多少岁 我自己看 就应该是十多二十岁 因为他们都很快老 三十多岁 整个大马 看完Guri跳舞 好之后我们大概是两点钟出发 我们又前往我们今天的景点 天山天池 由乌龙齐市区出发 大概是个半钟头至两个钟左右 就会到达天山天池这个地方 天山天池风景区 亦都是我们国家首批5A级风景区 亦都是新疆第一个5A级风景区 我们做了例行安检之后 我们就可以见到游客中心 见到这个天山天池风景区 有没有勇气你对新疆的旅游回忆 有的话不妨在评论区写下 天山天池的旅游景区是非常大的 要坐当地的环保车才可以进去 当地的环保车由等于我们的旅游巴 一架车是坐四十多岁 今天的人数比我预期中少 因为天山天池最大接待能力是二万多个人 今天入场人数只有一万一千人 他们的旅游巴是采取 坐满就开车 换言言之 你的团队如果是排天山天池 有机会分开一半 但不要紧 因为中点只有一个 我们在中点下车 由景区门口出发 大概是坐二十分钟 你会到达第一站 那个叫做风情园 这个站不需要下车 因为风情园 好看又不是特别好看 民族园最主要是买当地的美食 当地的手工艺品 然后由民族园再出发 去山顶天山天池 大概还要坐三十分钟车程 海币当中不断提升 大概是二千多 这个团队也不会有高原反应 大家放心 随着海币的一路上升 当中的树木也不同 山顶全部都是岔树 非常之高大 大概是三点三十五分 我们到达中点站天山天池 到站之后 有一段小路要是你走上去 大概是走十分钟左右 如果你懒的话 那里也有环保车给你坐 大概一个人是十元 还是十五元左右 在哪里坐呢 就在你下车的旁边 蓝色那些 鲨鱼车 就是去山顶的环保车 我走了七分钟之后 终于见到终点了 终点就是这间小屋 上面一上去就是天山天池 天山天池 亦都叫做和武娘娘的摇翅 简单来说 叫做浴缸 为什么叫浴缸 因为还有小天池 小天池就是和武娘娘的洗脚盆 这个就是浴缸 天山天池有几样玩 第一样可以游船 一般来说 贵家团是会有坐游船 然后还有蓝车可以坐 蓝车坐到上去 可以看到整个天山天池全景的地方 反正蓝车我带那么多香港团 都没坐过 你说游船就以前的团统也有坐过 你说值不值得游船 我自己觉得一般般 因为我们香港的 经常都见到船 没什么特别 反而是内陆的 很少见到那么大个湖 那么大个海的时候 坐下船 感受都不错 除了一个摇池之外 附近也有很多蠢船 用航拍机看的 蠢船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大 好像是新疆中部最大的一个森林 就是这里 而天山天池这个风景区 真的要大家好好保护它 它作为一个森林 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吃烟呢 因为入场那一刻 它已经是没收你的打火机 难道真的美女大了吗 不会的 美好的环境 应该是大家共同保护的 你们说是不是 这段我们是3点35分开始走 我放到5点钟 时间是绝对足够的 因为天山天池 说得难听一点 你去到石碑拍完照便是 之后就沿路走下去 我们坐回当地的景区车 大概1个小时 就由山顶直接铲到山脚了 就是这样 我再次跟天山天池说再见 不知下次来是什么时候 它的景区出口非常有趣 是要你搭电梯上去 上去有什么看呢 又是看女人 你觉得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我作为一个正人君子 当然是不看女人 我过来吃西瓜 这里的西瓜是5元一盒 而黑蜜瓜是10元一盒 我只能吃西瓜 因为我只能吃西瓜 什么时候才有黑蜜瓜吃 就要看看大家 看不看完广告 你看完广告 我就有黑蜜瓜吃 你不看我只能吃到西瓜 好了 然后我们坐一个半钟头车程 我们去到乌龙齐市中心吃饭 今天吃的是竹溪一号 竹溪一号 整个乌龙齐市有六间分店 这间餐厅位于商场的三楼 換言之我们要走三层楼梯才上去 是没有升降 它这间餐厅是开房式厨房 是属于当地人的餐厅 一般来说很少接团餐 所以这些餐厅多数都是喜菜慢 但是菜的味道質流 给你看看我们吃什么 哇这个真是超级正 又香又麻又辣 说笑而已 我们香港团怎么会吃这么辣的东西 这些是当地人吃的菜 我们团队是吃这一只 八送一汤白饭淫妆 吃完饭之后 我们大概是九点半钟左右 开车回酒店 我们今晚住的是野马酒店 在一个山坡上面 而这个山坡也是当地人的神魂境 所以很多人跑步做运动 而这间野马酒店是非常大的 我们今晚住在Q洞 里面超多洞 野马酒店也是一个旅游综合度假区 它除了有房之外 它还有餐厅 然后还有它自己的休闲娱乐活动 我们分完房之后 坐上它的环保车 开去Q洞 开车的时间都要开了一两分钟才到 你想想这间酒店大不大 最顶硬的地方 它的房卡真的非常乱 全部叫做900多 97多 96多 自己对号入座 是二楼三楼 还是四楼 里面的房间 真的跟香港酒店有得废 麻雀虽小 誤狀俱全 说明天的行程 明天我们会去到吐鲁凡 也是整个新疆最热的地方 好像说地表温度去到八十多度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明天看吧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导游小豆子 6月28日 在乌鲁木齐为你现场报导